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劉芳慈 歡迎鎖定全球看民視 接下來30分鐘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你來走遍全世界 首先來關注我們鄰近的日本 關東地區上午受到強烈低氣壓 逼近的影響 從東京橫濱到祈禦縣 本地氣溫是迅速的下滑 甚至也降起了鵝毛大雪 有部分的電車路段還一度停止 氣象單位提醒 一直到明天的白天都要留意 新一波的低氣壓 對各地帶來的衝擊 8號一大清早 從東京都心到臨近了橫濱 奇遇等地 都看得到大片雪花不斷飄落 眨眼間化為一片銀白世界 受到強烈低氣壓逼近影響 8號日本關東一帶氣溫極速下滑 甚至出現降雪 但即使如此 在東京黃區外 還是能看見許多民眾 不畏嚴寒出門慢跑 在外出時有點迷惱 但如果走的話 就算是温暖的 就算是温暖 不止長野縣的 納需高原一帶 上午出現 17公分高的積雪 其他如奇遇 東京都心 橫濱等地 積雪厚度也達到 1至4公分上下 說造成部分電車路段一度停駛 路上行人們走在濕滑的路面上 也是個個小心翼翼 雖然當了中午左右 各地降雪已明顯趨緩 山梨 長野等甲性地區 也可能降下20公分高的雪 民眾也要多加留意 對交通等方面造成了影響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 如果觀眾朋友邀請往日本旅遊 一定要注意這個天氣所帶來的影響 不過世上不只我們台灣在內 全球各地在COVID-19之後呢 這觀光客都湧入了日本 人潮 前潮都湧入日本的同時 各地的飯店房價當然也不斷地飆升 以東京來說 飯店每個晚上平均房價 在這兩年之內暴漲了兩倍以上 我們愛日本 我們也喜歡日本 日本在新冠疫情後張開雙臂 喜迎全球遊客入境觀光 而這些外國客在日本國內 又會花多少錢在住宿方面 一泊三萬元 三週間で六十萬元 普通だと思うよ 由於日園匯率持續偏低 一碗好幾萬日圓的飯店房間 外國客富起錢來毫不手軟 大呼比在歐美還便宜 但對前往外地出差的上班族來說 這樣的房價已經令人難以負擔 一二萬元就算是高 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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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統計 東京飯店的平均房價 原本二零二年初時 一碗為六千三百四十一日圓 約台幣一千三百元 到了二零二三年底時 已經上升到一碗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日圓 超過台幣三千三 飆漲達兩倍以上 專家分析 由於水電、人事等成本增加 加上海外遊客 不斷湧入東京等觀光熱點 住房需求大幅增加 自然促使房價持續攀升 那一般民眾要如何搶到經濟實惠的房間 專家則建議可跳過訂房網站 直接在飯店官網上訂房 面對國際能源物價持續上漲 日圓匯率卻一直維持低點 專家認為飯店房價短期內恐怕很難降低 民眾也只能多花點心思 才可能住到更划算的房間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在AI人工智慧的領域 目前是落後於美國的 沒有想到竊取對手的技術 就成了他們常見的手段 科技巨波Google就驚喘說 這個有中國內鬼 他們不只偷取了內部AI的機密 還私下這個 他有在中國的兩間企業來任職 那麼美國當局獲報調查之後 已經在前天 將這名員工逮捕 並且起訴了四項竊密的罪名 那麼這名中國籍的男子 恐怕將面臨共四十年的有期徒刑 美國國安拉警報 網路巨頭Google的人工智慧技術 精喘外流 犯人還是沉寂在那裡認職的中國工程師 美國司法部已經在加州 向他逮捕 被捕男子是三十八歲的中國公民丁寧威 他在2019年進入Google工作 但才過兩年就開始竊取機密 上傳到個人雲端帳號 一直到去年五月 已經得手五百多份文件 主要是Google超級運算中心 用來訓練AI的數據 丁寧威還被指控 在Google上班期間偷偷跑去 擔任中國一家新創AI企業的技術長 甚至在上海創立自己的公司 當執行長 並號稱可以複製Google的AI技術 他也是中國官方 扶植新創企業計劃的成員 美國司法部表示 絕不允許AI商業機密等 會危害國安的技術召切 他們已經以四項商業機密窃取罪名 起訴丁寧威 如果全部成立 他會面臨最多總共四十年徒刑 以及約合三千多萬台幣的罰金 明星新聞 林浩博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在今年11月要登場了 那麼預料恐怕還會再度上演的是 拜登對上川普這樣的PK局面 其中拜登他則是發表了 在任內最後一次的國情諮詢演說 時間是在台灣時間今天上午 白宮先前也釋出了一段影片 表示說拜登其實發表這份國情諮詢之前 還特別跟曾經演過美國總統的演員 來進行視訊 要請益他們怎麼樣演說 以打動民眾 拜登7號發表國情諮詢前 先來和演過美國總統的演員討教討教 包括在電影《會心壯力球》 摩根費里曼 希望是我們在這次的一段 是最需要的 最有效的 最有效的 我指示是 只能一直告訴我們 你們做這些 sociais 做希望 在电影ID4星际终结者中 饰演和民众一同团结 征战外星人的美国总统 演员比尔普曼 也给了拜登类似建议 另外在电视剧 饰演美国女总统的戴维斯 也提醒拜登情绪收放的重要 说是请义 反而更像是拉抬拜登身世 也就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国情资文 却也正是支持率低迷之际 眼看可能与对手 也就是共和党前总统川普 再度在总统大选对决 拜登政府力往狂澜 尝试轻松娱乐风格 就看选民买不买单 民事情文林云贤综合报道 日本动漫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七龙珠 还有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等等作品的作者 也就是日本漫画家鸟山明 传出在这个月 这个月一号的时候 因为急性颅内出血 突然逝世 享受68岁 龙珠 龟派气功 还有超级赛亚人 由日本漫画家鸟山明 创作的作品 七龙珠 可说是无数六七年 极深的童年回忆 不仅漫画原著 在全球销售超过2.6亿本 更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 深受海内外动漫迷喜爱 成为日本动漫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但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 却传出在3月1号时 因急性颅内出血突然过世 享年68岁 让粉丝震惊又难过 回顾鸟山明的创作历程 他先是在1980年 推出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趣味十足的故事 深受读者欢迎 而在1984至1995年间 连载的七龙珠 更是将他推上 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除了漫画创作外 鸟山明长年来 也一直担任日本国民RPG 勇者兜饿龙系列的人物设定 可说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漫画家之一 而他的逝世消息一传出 航海王作者 韦田荣一郎等漫画家 也纷纷表达哀悼之意 知情人士透露 鸟山明2月时才刚动过颅布手术 而他生前最大愿望 就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短片漫画 沙漠大冒险被改编成动画作品 可惜无法成真 而预计在今年秋天 推出的最新电视动画 七龙珠代码 也成为鸟山明经手的 最后一部七龙珠相关作品 成为粉丝的最大遗憾 迷世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如果您是男性 你可以想象女生生理痛 是什么感觉吗 日本就有公司最近办了这场体验活动 透过模拟的设备 可以让男性体验虚拟的惊痛 好 结果现场有不少男性 是痛到当场哀哀叫 腰都停不直了 根本顾不得表情管理 男子面部扭曲痛到不行 让他痛到脸部猙獰的凶手 其实不过就是女生每个月 都会经历的生理痛 日本东京一家电信公司 研发了一种精通体验装置 只要把装置贴片贴在肚子上 按下按钮电流刺激肌肉 就能体验到生理痛 每月女生ではこういう痛みと戦って お仕事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のかな と思うと女性逆にすごいなと 尊敬出しました 体験した方々が職場に戻って みんなに広めてほしい どんなふうに思ったかというのを 広めてほしいです それ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女性が休暇を取りにくいというところの 壁を少しでも 通過亲身体验 就能多一些了解 多一点体量 民視新聞前一庭 総合報道 而今天正是3月8号 国际妇女节 我们接着来看看是 NFL美式足球英国办公室 就特别邀请了伦敦的青少女们 参加邀奇美式足球训练营 还请到了NFL的球星亲自指导 好 这项运动呢 相较于传统的美式足球 它的碰撞比较少 入门的门槛也比较低 也已经被列为 2028洛杉矶奥运的 正式竞赛项目 260位12岁到14岁的女孩 体验邀请美式足球的乐趣 大多数的女孩都是第一次 一般美式足球赛 有很多身体上的碰撞 比较危险 但邀请美式足球 防守球员只要拉掉 对手身上布条 就算防守成功停止进攻 相对安全许多 同时2028年洛杉矶奥运 邀请美式足球 也将首度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NFL伦敦海外赛已经举办多年 联盟也设立了办公室 在英国推广美式足球 正式特别在三巴国际妇女爵 前一天举行训练营 还从美国找了两位 现役明星球员以及教练 亲自指导女孩们 英国号称足球祖国 民众最爱的就是英式足球 球员多竞争当成更激烈 接下来体验邀请美式足球的女孩 有些人也许在四年后 就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誉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 美国联合航空有一架 由旧金山飞往日本大阪府的 波音777客机 才刚刚起飞不到一分钟 后轮就突然松脱 掉在机场旁边的员工停车场 这个巨大的轮胎 当场砸毁了好几辆汽车 还好没有人伤亡 那么这班飞机也改道 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机上249名的乘客跟机组员 平安无事 飞机轮胎怎么会突然脱落呢 当局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一架波音777200 7号上午11点半 从美国旧金山机场起飞 前往日本大阪 没想到离地不到一分钟 左后方起落架 其中一颗轮胎竟然脱落掉下来 惊悚一瞬间被附近民众拍下 好几部车受到重极受损 护栏被压到弯曲变形 幸好无人伤亡 轮胎最后在空地停了下来 机场紧急封锁跑道 清除碎片后随机重新开放 当局也着手调查轮胎松脱的原因 而这架飞机不久后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平安降落 机上235名乘客和14名机组员 安然无恙 由航空公司安排 来改搭当晚另一班飞机前往日本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北路新干线通往福井县的路段 要在下个星期开通了 那么当地就有水族馆 在昨天推出了全日本第一间 主打可以零距离接触的章鱼馆 而且呢 饲养的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水章鱼品种 好官方希望可以吸引未来新干线 带来的观光人仇 游客后期触摸 章鱼触手却主动吸附 吓得他惊叫连连 福井县月前松岛水族馆 日本首间主打零距离接触的章鱼展馆 7号对外开放 准备迎接北路新干线延伸段 开通带来的观光人潮 章鱼奇特触感让游客难以忘怀 水族馆养育的 是世界最大章鱼品种水章鱼 可以长到超过三公尺长 通常生存在北路以北海域 很难人工繁殖 不过这间水族馆在繁殖章鱼方面 已经投入30多年 是这领域的佼佼者 展馆另一边 就有刚出生的水章鱼 身体透明 只有一公分身长 看他奋力游泳的模样实在可爱 另外水族馆也不忘教育作用 还介绍了喂食水章鱼的食物 以及他们谜团般的生态 让民众多加了解这种聪明 迷人的水生生物 民事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 镜头捡到澳洲 当地拥有各种的野生动物 那么当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袋鼠跟五尾熊了 澳洲的袋鼠就有多达几千万只 不过因此发生了不少斗趣事件 好像是日前就有这一群 袋鼠误闯高尔夫球场 不过其实过去就常常发生 袋鼠大军闯入球场的事件 甚至有的还会造成球赛中断 画面终于大军动物蹦蹦跳跳 仔细一看正是袋鼠大军 和五尾熊一样 同样是澳洲的知名象征袋鼠 全国有多达几千万只 六号就出现袋鼠大军 闯入维多利亚州的高尔夫球场 但这可不是头一遭 过去就曾有多次大军压境的奇特画面 包括2013年二十几只袋鼠 蹦蹦跳跳闯进高尔夫球场 当时台湾球后曾雅妮还当场目睹 另外2021年也有业余选手 看见大批袋鼠闯入 双方四目相对 令选手好像无奈到双手一摊 甚至还有球友碰上袋鼠闯球场 直接坐地不走 大晒日光运 这名球友最后终于找到自己的小白球 也好不容易打出去 还要避免球打到正在晒太阳的袋鼠 澳洲夏天气候干燥 袋鼠喜欢跑到有绿地池塘的高尔夫球场 也因此经常出现这种奇特画面 女士新闻 林云贤 最后报道 印尼的苏门达拉虎是极度冰为物种 不过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 最近稍来好消息 两个月前有一头雌性的幼虎诞生了 昨天首度亮相 紧跟在妈妈屁股后面 苏门达拉虎宝宝卡拉第一次登台亮相还很害羞 妈妈一走就瞪着无辜大眼睛 却深深缩在台阶上不敢见客 要不然就是抱着妈妈的大腿 不停磨蹭撒娇 可爱模样吸引众人目光 照片拍不停 苏门达拉虎原本生活在印尼热带丛林中 目前已经濒临灭绝 世界上仅存大约五百只 各国联手推动富裕 撮合国际联姻 卡拉的妈妈来自英国 爸爸来自德国 老虎一胎通常可以生到两到三头 虎妈妈第一次怀孕 虽然只有独生女 还是让原方又惊又喜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宝贵基因 重新引导回大自然 民事新闻出版综合报道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为您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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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 »